嗯今天我要表白的是我室友的姐姐 你什么你再说一遍 哎呦你姐这么漂亮还是个女老板 你就帮帮我呗 你想都别想 我姐都30了 你才22你怎么给我姐安全感 我怎么就给不了安全感了 我今天已经把你姐约出来了 还给她准备的礼物 你要不帮我咱俩兄弟也别做 那你这里面拿的什么东西 嗯我这里面拿的是sk2的神仙水嘛 然后表白嘛不能两手空空吧 哈喽小姐姐 对个暗号 孤腾老是婚鸭 呃穿掉气裤回家 对了 哦你是阿坤的朋友 哦是是是 他就说要求你来我们节目玩个游戏 哦但是他跟我说的是约吃饭 我们这个游戏很快的 就玩完游戏你再去吃饭不耽误 那行吧 感觉今天游戏了 吃辣椒粉吧 你觉得阿坤这个男生怎么样 他是那种性格看的大男孩 我觉得身材也不错 高高大大的 云云旧的 哦所以你是喜欢高的那种是吗 这个是可以说的吗 那你们之前有单独约会过吗 嗯这应该看过电影 玩个密室也没干什么吧 还想干什么啊 啊那有没有考虑过跟他发展一下 你开什么玩笑 他说我弟弟大学室友 而且我比他大八岁呢 不合适的 女神来了 他就在前面看到没 看到了 但是我弟为什么也在啊 我先走了 好自为之 不算这么艰难 也要不愿意 不只你一般 你别玩玩 年年年年年 哎谢谢你来了 跟你说多少遍了 别叫倩倩 叫姐姐 倩倩显显年轻 韩姐显老 小屁孩没大没小 哎走子鱼你站那么远干什么啊 你不是说要玩游戏吗 我俩刚才玩过了 对对对 骗人当生一辈子啊 哇 你少说两句吧 好不开玩笑啊 你们稍微靠近一点面向我 再靠近一点 再靠近一点 都贴上了 你们认识有多久了 嗯大概两年了 那你们认识这么久 有没有什么糗事 跟我们分享一下 先跟我说吧 在他还胖的时候 然后有一次出门的时候 他蹲下的时候 裤子就裂开了 有没有可能说 别说了 不敢说了 放一个他的巧思 你别说你别说 你不准说了 你的量太大了 你却不过来了 欠姐之前 应酬吧 然后喝多了 给我打电话 让我现在接他 接他 然后我就送他回家吧 到家门口 吐我一身 真的假的 让我走了 别说 怎么情况啊 怎么不叫我去接你啊 你看你小身板 我叫你能弄的动物 这个个子这个吧 而且当时 我都没有意识了 我都不知道 给谁打电话 别他打电话 别一直给我兄弟打电话 哎呦天呐 好像说漏了 今天来呢 我们玩个小游戏啊 挑战成功的话 就送你们两张 千岛湖跳伞的门票 怎么样 那游戏呢 就是女生 必动男生 对视十秒钟 这个可以 这是你们串通后的吧 这个 这个准备串通 这个准备串通 姐 你会择了吧 姐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就这边墙啊 给你俩准备好了 怎么弄啊 我也不会啊 你爱一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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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 你怎么弄啊 我也不会啊 你爱一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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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嘛 拍证据 给我老妈看 这样就不用给我姐安排山青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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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脸好红啊 啊 啊 太害羞了 之前有没有玩过就是这么亲密的游戏 原来没有 你刚刚突然可以呢是要干嘛 这个想突然给他个惊喜 啊 惊喜是想惊他吧 啊 就有没那么明显吗 这个 你刚刚为什么把手放在他胸口上 在干嘛 这可能是情不自禁吧 你的心跳快吗 嗯 如果真的脱单了 最想做一件什么事情 最想先跟我妈说什么 什么点猜力什么的 准备好 嗯 我在大理有两套民宿 嗯 如果可以的话想跟男朋友一起去度假 你觉得表白成功的几率能有多大 应该手拿把掐应该 那一呢我已经失败了 那万一失败了 再你也只是陌生人了就 哎男生啊你室友是单身吗 室友他单身好几年了他 接下来的就是我们的转生环节啊 男生你还有话要和倩倩姐说吗 嗯 确实有点 倩倩姐 你介不介意姐弟恋 我觉得如果要是彼此看对眼的话 岁数不差太多也是可以的 那你介不介意就是一个比你小八岁的 然后刚毕业的一个二十二岁的小伙呢 你不回答我就是拒绝我 不是那倒不是 就是我觉得我今年都三十岁了嘛 应该找个人结婚了 但是你才二十二 对啊我二十二了都 我都到了国家法定结婚年龄了 给我个机会好不好嘛 那你现在也不用着急回答啊 可以再好好考虑一下 你们先转身背靠背吧 等会呢我会数三个数 如果你们想到对方进一步发展的话 就转身面向对方 不想的话也可以直接走掉啊 三 吓死我了我以为你会直接走呢 开心吧 我听我弟弟说你喜欢五月前 他们这个月在北京有巡演 我买票带你去啊 那我怎么办 没管你啊你这么大个电灯泡 那我走 哇好过分啊 不不不不 太过分了吧 那你们两个是以什么身份去的 看演唱会啊 哪有问吗 当然是男朋友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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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